我在山东的时候就听到山西的灾情 怎么到现在也没给老百姓挣几个 把强征百姓的粮食 一粒也不少的 如数奉还给我的百姓 该剧主要讲述了传奇人物丁宝珍 丁宝珍是大清末年代表人物之一 在山东时 看到大太监安德海强抢民民肉百姓 为保一方百姓平安 丁宝珍决定牺牲自己 用机诱补安德海 好在得到皇上援助 才没被慈禧追究 却是黄河决堤 为了修缮堤坝 丁宝珍亲自带人前往 就连妻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能来得及见识 因为黄河凶险 多次遭遇危险 好在老天爷够卷步他还没事 治好黄河后 他却发现这一切都是治黄款亏损导致 由于大家上下一心 导致丁宝珍也对治黄款的亏损无可耐忽 最终被调往到四川 在这里 丁宝珍顶住了压力 把不干事情的驸马军给撤销了 减少了资金支出 同时他还发现成都科考的秘密 可他人为延期 无法改变这结局 后来又发现了延制有问题 恩想改革延制 却触碰大部分人的力 导致被连降三级 好在他没有放弃 一直追查延制问题 最终延制改革成功 丁宝珍这才官复延制 自从丁宝珍办了安德海后 恩成就一直针对丁宝珍 暗中调查后发现 原来恩成竟然在卖关 而他挡了恩成的路 这才遭到恩成的针对 最后丁宝珍找到了证据 扳倒了恩成 同时丁宝珍开始创办机器局 造出了大量的武器 让大家不用再看洋人脸色 但好景不长 在丁宝珍去世后 机器局就开始走下坡路 唯有丁宝珍创建的公保鸡丁 留了下来